出生自贫民窟的孩子往往都拥有动荡不安的童年 走上歧途的少年屡见不鲜 但这并不是堕落的理由 只要心怀梦想 坚持信念 你就可能成为那朵出于你而不染的莲花 本期的一个带来电影《上帝之城》 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城市 街道上充满暴力 枪支弹药随处可见 一群人持枪行凶 却为了追赶一只逃跑的母鸡 这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没有铜点 也没有公路 只有随处可见的难民 行凶 抢劫 打架 斗殴 随处可见 这里就是著名的贫民窟《上帝之城》 我们的主人公阿炮 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乱世之中 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阿炮的哥哥阿呆也是一个混混 仗着有几把手枪和伙伴们 组成了一个名叫《少年三峡》的小团体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联盟 而是一群没有组织 没有纪律的抢劫团伙 在一次入室抢劫后 他们惊慌逃跑 可不知道为何被抢劫的居民全部惨死 暗战的血腥程度惊动全城 三个少年被当成头号剑一犯 遭到全城通缉 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阿家浪迹天涯 从此杳无音信 阿毛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丽莎 可好之懒做的阿毛毫无责任感 每天只想躺在床上和丽莎生猴子 丽莎对她这种没有担当的样子十分不满 不久后的一天 阿毛再次实施抢劫时 被警察乱枪打死在大街上 阿呆改邪归正 此乘副业开始卖鱼 他走街穿巷招揽生意 普通的飞鱼都能被他说成是接吻鱼 可惜恶西不改 卖鱼时他居然勾打了一个有福之父 被突然赶回家的丈夫抓个正着 头顶发力的丈夫打死了妻子 又报了警 阿呆又一次成了通缉犯 阿炮渐渐长大 虽然也有一些陋习 但还算是一个三观正直的少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遇到了当年的小豆子 现在的小霸王 小霸王是阿毛的弟弟 也是当年抢劫案的真凶 阿毛等人只求财不害命 并没有杀人 小霸王在他们离开后 开始大杀四方 酿成了血腥惨案 为了躲避追捕 他远离他乡 和同伴班尼合伙犯案 他十分有犯罪头脑 杀人如麻 就连阿呆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长大后的他 成了真正的杀人魔皇 笼络了一批小弟 也成了当地 头号通缉犯之一 小霸王觉得 靠抢劫挣的钱太少太慢 他想要挣大钱 在当地最赚钱的方法 莫过于贩卖毒品 他四处抢夺地盘 对同行赶尽杀绝 建立了严格的贩毒组织 又收买了警察 很快就成了当地的 头号毒销 班尼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成了组织里的二把手 随着组织的壮大 小霸王和班尼的理念 开始产生冲突 班尼沉迷享乐 追求时尚 而小霸王则以心想要做真霸王 想把组织做得更大 更强 在当地 小霸王成了一个代名词 他的管辖区反而最为安全 由试招小霸王 是当地商户解决纠纷 最有效的方式 靠这种方式 小霸王成了人尊敬的领袖 阿炮成年后 不想与小霸王等人为伍 找了一份超市的正经工作 可惜没上几天班 就遇到贫民库的小孩抢劫 超市老板以为他们是一伙的 一分钱都没有给阿炮 就解雇了他 阿炮的生活陷入困境 他也想靠抢劫赚钱 可惜他生性良善 他认出公交车售票员 也是上帝之城的居民 不忍心抢劫 他看到商店的声音员妹子 十分可爱 也不愿意抢劫 最后他想抢劫一个迷路的司机 结果只能聊得十分的投机 居然忘了抢劫这回事 或许他天生就吃不了这碗饭 一山不容二虎 当两个领导人的理念不再统一时 要么被人毁灭 要么从内部开始崩塌 小霸王和班尼的矛盾越来越深 小霸王觉得班尼妇人之人 居然放走了叛徒 班尼觉得小霸王不尽人情 劝他找个女朋友 最终班尼选择离开 在他的欢送会上音乐鼎沸 众人狂欢热舞 小霸王没有想到班尼人缘居然这么好 也没有想过他真的会离开 一时间无所适从 不敢相信自己的好兄弟会离开自己 小霸王表达悲伤的方式 就是毁掉这场热闹的聚会 他不断羞辱一个陌生的男人 逼迫他在大厅广众之下脱光衣服 恨压的灯光下 班尼人起了争执 不知道是谁开了黑枪 班尼当场毙命 凶手是班尼当初放走了叛徒 他本想杀死小霸王 却误杀了恩人班尼 小霸王痛失手足兄弟 犹如石骨失心 他发动了全程扫荡 发誓要为好兄弟报仇 和班尼有过争执的人 害死班尼的人 一个都别想逃 他要他们死 他要他们给班尼偿命 当然为兄弟报仇 不过是小霸王滥杀无辜的借口而已 他嫉妒奈德英俊潇洒 就强见了他的女友 杀了他的叔叔弟弟 烧了他的家 被小霸王逼到绝境的奈德 触地反击 接连杀了小霸王几元大将 同样被小霸王逼到绝境的竞争对手 红毛和奈德联合起来 既是自卫也是反抗 奈德是个神枪手 一心想要复仇 红毛有勇有谋 只勇双拳 两人强强联手 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很快就与小霸王分庭抗力 上帝之城被一分为二 两区之间不能互通 成为人间炼狱 每晚枪声不断 每天都有人死去 一年后 已经没有人记得 两个帮派之间的仇恨 他们只是单纯的 火拼抢地盘的黑社会而已 战火纠纷引发媒体大肆报道 警方迫于压力开始介入 奈德被警方抓获 他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貌 登上电视 很快就收获了一波好感 小霸王很吃醋 他才是老大 上报纸的人却不是他 他喊了阿炮回自己摄影 可是阴差阳错之下 小霸王和兄弟们 拿着枪的照片登上了报纸 小霸王得意极了 报社前期聘用阿炮 做专业的摄影师 专门拍摄上帝之城的黑帮争斗 那里太危险了 没有记者能进去 阿炮刚好利用身份之变拍摄 小霸王和红毛之间的斗争 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两伙人剑拔弩张 时刻准备吞并对方 阿炮拿着照相机路过 刚好碰到两个帮派活拼 急忙拍下这些充满暴力 充满血腥的照片 警察总在最后时刻才能赶到 阿炮媒体嗅觉灵敏 急忙跟上去拍下警察 与小霸王交易的照片 以及小霸王被属下乱枪打死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 一张揭露了警匪勾结 能让他成名 一张宣告了一代萧雄的死亡 能让他拿到高薪 由于两久之后 他选择了那张 小霸王惨死的照片 毕竟小霸王已死 没有人会追究他的责任 警察们都还活着 他可惹不起 凭着这张照片 阿炮获得了报社的工作 终于摆脱了上帝之城 这个贫民窟 可上帝之城的混乱 不会因为阿炮的离开而平息 无数的少年 走向了小霸王的老路 贫民窟的战争 还将继续 阿炮其实并不能算是 这部电影的主角 就做城市才是 上帝之城 曾是巴西的贫民窟 也曾是 里约热内卢最危险的城市 阿炮作为电影的主线 用他的眼睛 记录了对人性堕落 和无边暴力的控诉 在那个年代 那个地区 能有尊严的活着 就已经是一件 很奢侈的事情了 而生活在和平年代 一事无忧的我们 又有什么理由 不珍惜眼前 来之不易的生活呢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立哥 远足登展 成了你新